What a heavy rain That's right, it's raining heavily 怎么办, we will be late 没事儿,看我的 Be careful, don't worry I'm a good driver, I drive well 唉,这个关关 虽然要迟到了,但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啊 你们可一定不能向他学习 不过他俩刚才说的话还是很有痕迹量的 一起来看看吧 What a heavy rain 多么大的雨啊 这里rain前面有儿来修饰 表示异常雨 所以这里rain是一个名词 而heavy是形容词 意思是超出一般的 A heavy rain就翻译成一场大雨 不难发现 我们通常用形容词来修饰名词 放在名词之前 比如a beautiful girl girl是名词女孩 前面用形容词beautiful美丽地修饰 翻译成一个漂亮的女孩 再来看这句 It is raining heavily 雨下的真大 这句话rain加上ing 前面还有必动词is 妥妥的现在进行词 所以这里的rain词性是动词 通常我们用副词来修饰动词 而且习惯把副词放在所修饰动词之后 而英语大部分形容词可以通过加ly的方法变成副词 所以这个heavily的词性是副词 比如他歌唱得很好听 该怎么翻译呢 主语是he 唱歌用sing 主语是第三次称单数 sing需要加s 好听我们可以用beautiful 但sing是动词 根据副词修饰动词 所以beautiful要加上ly 搞定 用一句话来概括前面的知识就是 行修名 不修动 再看这句 I'm a good driver a drive well 我是一个好司机 我开得很好 试着用之前讲过的理论分析一下这句话 driver 司机 名词 drive 驾驶 开车 动词 good 好的 形容词 well 好的 副词 well 是good 的副词 符合我们刚才说的 行修名 副修动 OK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讲的形容词修饰名词 副词修饰动词 比如 What a heavy rain it is raining heavily 别忘了形容词加ly可以变为副词 再比如 I'm a good driver a drive well good 的副词是well 为师今天就啰嗦到这里了 Oh yeah